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移民申请 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首先是有排期 排期到了 你如果人在美国 才可以提交485 以往我们一般 对于申请人来说 不是一定要保持 其他的合法签证身份 交了485以后 有485判定这个身份 就可以了 我自己是在OPT期间 提交的485 我就没有用过 H1B工作签证 我自己的485 就前后两年左右才批准 在此期间 一直是用485 被此的EAP工作 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客户 原来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些新的情况 因此我们现在更多的建议 申请人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提交485以后 继续保持一个 合法的签证身份 首先485审理时间比原来更长 标准有时候也更严格 在485期间才会发现 或者被移民局发现问题 身份曾经过期了 自己都不知道 或者中间有没有许可工作的问题 党员身份问题 是否还在本领域继续工作的问题 因为现在又有排期 或者对于由雇主支持的绿卡 Perm或者EB1B类别 新雇主能不能给他签这个这一表 新雇主是否符合要求 新的工作是否和过去的工作 是same or similar type job 这些都有可能 对485的批准造成影响 有的时候移民局这边 也会有这个错误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搬家了 或者因为邮局的错误 移民局寄给你的interview通知 你没有收到 那你没有能够及时去参加interview 造成485悲剧 当然了这个不见得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 可是如果485被拒了 又没有别的签证身份 就比较麻烦 因为485被拒了呢 你就不好再用基于485的EAD来工作了 就算你能够申请新的485 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好几个月 才能有新的工作许可 而且呢 如果万一被拒了 你就算auto status了 现在很多时候呢 485被拒了 申请人当时呢 就被要求要离境 要不然的话就会收到一个叫NTA Notice to appear 就要去移民法庭 开始缔解出境的程序了 这些呢 都会让申请人比较紧张 如果你在交了485以后呢 还能继续保持原来的身份 不管是H1B啊 O1啊等等 工作的签证身份 或者呢 H4 O3等等作为配偶 你有这样的身份 那么就会好一些 那么有的人呢 可能会讲到 那我又要换工作啦 又要搬家啦 一直保持签证身份不容易 也有一些别的变通的办法 比如说 你曾经是拿H1B工作签证 或者原来是OPT 但是有条件 申请H1B 没有申请 那么你的485交了以后 过了半年 一年 如果你经过面试感觉不好 发现了485申请中存在的问题 或者收到了移民局的比较苛刻的RFE NOID要回复 你可以考虑呢 到那个时候再提交签证身份的申请 尤其是如果你以前有过H1B 那申请新的呢 不用抽签 或者呢 你也可以申请新的O1签证 我们有客户 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你中间有一段时间签证身份中断 但是因为你有485判定 所以呢 算是合法待在美国 万一预感到485不好顺利批准 再申请取得其他签证身份 你就有一个backup 考虑到现在485处理的时间更长 尤其是处理的标准比原来更严格 我们见到 了解到若干的例子 有的人140通过了 但是因为过去 一些问题没有保持合法的签证身份 485被拒或者将要被拒的 就处于比较紧张的情况 当然了具体是否方便保持其他签证身份 这个因人而异 但是呢 我们目前更多建议 我们继续用这样的签证身份 还有一点呢 有人说到 我现在是H1B啊 或者O1啊 你用过的Vox Pro或者EAD了 会不会还有效 但是呢 至少有一点 如果要申请新的H1B或者O1 仍然是可以的 所以对你来说呢 只要你需要的时候 总是能够申请到新的 不管是护照上的签证 还是签证身份 能够实际用就可以了 你能够继续保持转回到这种身份 等等都是可以的 顺便说到 就像对于O1A有事先批准 另外还有延期 还有EB1C批准 那也有递进的难度 总体来说吧 485被拒的呢 从绝对数字上来说 还是有相当一些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保持其他的合法签证身份 如果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